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北京时间2月6日,根据NBA官方的消息,奇才球星约翰·沃尔,在家中不慎滑倒,造成左脚跟腱撕裂。 目前,他已经接受了腥腹手术,预计的恢复期长达12个月。 无论对于沃尔本人,还是对于奇才来说,这都是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。 此前,沃尔已经由于左脚后跟骨刺的问题,在上个月接受手术,赛季报销,但当时这个伤病的恢复期是6-8个月,这一。 旧篮板8.7助攻,其中,篮板数据创生涯新低,助攻也是自2012-13赛季以来的最差表现。 NBA记者奥康纳指出,如果沃尔没有提前和奇才完成续约,而是等到今年夏天,在试水自由球员市场,他就可能像2018年的考心思那样,只能得到一份金额很小的合同。 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军纪人,会建议球员提前续约,以规避一些伤病的风险。 沃尔的缺席,给奇才后卫萨托兰斯基提,供了更多的表现机会。 在本赛季首发出场的27场比赛中,萨托兰斯基场均贡献10.4分4.2篮板5.7助攻。 萨托兰斯基在2016年夏天和奇才签下一份三年900万美金的合同,本赛季也是他合同的最后一年。 考虑到沃尔的状况,奇才有可能会努力和萨托兰斯基完成续约。 消息人截图如下。 消息人截图如下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